當初我會做這個計劃 其實是因為德國女神的關係 我認識一個德國的朋友 她跟我說的這位德國女神Lisa 是在德國東德那邊做一些老物魔化的音樂集 她那邊所有內容包括各種形式的藝術展 他們下面有大概一千多個藝術家 整個歐洲都有 然後再來就是音樂家 他們有電子音樂或什麼之類的 都包含在裡面 然後還有一些可能詩歌朗讀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當初我們只是就是非常的隨性 而且有那個衝勁這樣子 我們就開始這個計劃 大概在去年9月多的時候 然後透過中區再生基地 在海洋中區裡面他們做了很詳細的田野調查 瞭解以前舊城所有的歷史背景 然後我們找到這個南葉大舞廳這個場地 那這個場地它在當初是一個業種 六十年前的時候 是王水河先生一個非常有名的建築設計師建造的 因為時間久了之後 一直溢足 所以現在它就是變成這樣子殘破不堪 我們當時競速之後 然後開始就用非常非常少的職級 就自己套藥包這樣子 然後大概花了差不多兩萬塊左右吧 把這整個大樓 試著想要把它變成一個可以展覽的展場 對 然後可以麻煩給下一張嗎 謝謝 這是裡面的樣子 人家那個羅法景景場 所以我們就是把所有的油漆重新棄擺 然後場地整理這樣子 然後在二樓 因為我們有就是 我們有德國朋友的關係 他在德國的藝術家 大概有二三十位都把他們所有的作品寄過來 然後台灣有一些就是像 有一些書法家叫菇提君的女生 然後還有草純 就是一些做裝置移術的 或是做實體畫或是書法 他就把它放到我們場地這邊提供展覽這樣子 然後我再來 這是後來有一位德國的藝術家 Yens Spencer 他是專門畫屁畫 他就專程飛過來 做這上面這個壁畫 所以現在其實如果你在那個 中山路上 跟那邊有個洪銳針三明治 就會看到這個大火 這樣子 不好意思 我今天報告得非常 我之前沒有特別準備 因為有點舒適這樣子 所以 我大概想講一下我這個計畫是怎麼樣 然後我是怎麼樣執行 其實我沒有辦法確切說出來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新的idea 然後我從國外一收過來的 我不知道在台灣有什麼樣類似一樣的東西 我想創造的是一個非常free的一個空間 就是因為我本身是一個alcoholic 我很喜歡喝酒 我常常去跑夜店 但是台灣的夜店變成一個 就你只去那邊認識男女生就這樣子 然後等過夜店就這樣 我想要創造的是那個音樂的價值 那個藝術 那個感動 我想要創造的那個感動 是那個德國女生帶給我的感動 所以我開始做了這個情況 這樣子 然後 同一時間我希望能夠回饋 因為這個排座龍中區是 我跟六合女生的生存 很多女生還蠻多的回憶的地方 然後繼續往下 繼續往下 OK 我們知道 對 第三章 對 中間那個坐在那邊的是我那個德國朋友 對 然後再來是這位法國右手邊是一個joker人 就是雜耍 對 做雜耍的 然後在中間這位是馬爾他 就是自韓自唱這樣子 這是一個非常類吸品的一個地方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大家chill out relax 對 然後 享受大家 就是 看看有沒有辦法inspire什麼creativity 這樣子 不好意思 中文比較差 一直講英文 然後再來下一張 OK 對 當時我們就請了很多不同的聊天者過來 就是當時 後來我們把它改造之後變成的樣子 對 然後 這整個計畫過程中 透過很多幫忙 像我們說的中區 然後還有頭伴當然 他們幫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資金那個時候非常的不夠 就只是有一股憧憬 一股熱情這樣子 然後想要在中區做點什麼 在這個就是 已經變成遺忘的一個 一個舊成群做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開始去自行這樣子 當初就是一個大學生什麼都不懂 然後 然後 但是因為 已經自己被丟在這裡面 遇到問題不需要去解決 所以我們 後來就是 想盡各種辦法 把這個 計畫持續的把它完成 然後 可以跳出來一下看 我們的粉絲專業 對 這是我們的粉絲專業 麻煩我們就是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對 基本上我們就是 試著所有 用盡所有方法 然後把這個程式 這個空間 塑造出一個 就是很自由很free的一個感覺 這樣子 對 我看你們可能看一下這個服務好了 對 然後在 我們當初做的活動是這樣子 我使用時間是從11月一直到2月 然後在12月的這一段 12月的6號開始 我們做我們的展期 一直到1月12號這樣子 就是一些藝術活動 然後後來有 就是 控制了一段時間 然後 然後 在2月20號 我們辦了一個 非常大的發展 那 那場是完全沒有收費 就是讓大家過來 然後 然後麻煩你點到YouTube的那個 對 然後剩下我就請你們看一下 這個影片 介紹比較好 好 他給我們請到28位 呃 噴心師 就是只是我們罹一路 他們就是很隨性 有牆就可以分 我們就請他們過來 然後 另外人創意式擊 他們在那邊擺 大概230個牆位 這樣 然後這是 0號 什麼樣子 那種整頭大樓 地下室是以前的酒吧 一樓就是一個餐廳 二樓五廳 三樓 歌廳 四樓是巡房 這個整個就是一庭的一個建築 我們在裡面這樣辦這樣的活動 雙一四集啊 喔 當天還有大概十五個天間 從下午兩點一直往到 我昨天早上凌晨兩點 當天大概五百多人所有吧 這是我們整個遊戲的話 最成功的一個 對 因為之前其實我打錯方向 我一直都找到是外面 因為我想要做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用中文去解釋 可能用英文我會比較方便 所以找到人 可能歐洲或美文 他不知道我們要做的東西 就是這樣 就不希望跟商業有任何的 就是扯在一起這樣子 只是一個非常年缺賊的 那個spirit的那種感覺 上面都是以前我們請那個 王水河先生 他把六十年寫的所有的 就是照片啊 還有手稿 還有設計 然後我們把它數位化之後 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還有去 就是特別去研究 那附近當時的 照片的歷史 那附近當時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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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